南文杰 北柏原 还有一个丛瑞颜 今年的耐高全国五星高中生排名前十 吉林省时一个学校就占了俩 一个2米03的持球全能封线张柏原 一个1米99的攻击型一号位丛瑞颜 再加上耐高全比星球员李春江 这哪是传闻中的吉林双子行 分明是省时三巨头啊 从初中组到高中赛 在球迷的期盼中三人终于联手 吉林的向远篮球也算开花结果 北区决赛三人合堪54分 将耐高神话清华服中拉下马 加冕北境新王 赛后当22分的从瑞颜举起MVP奖杯时 左手手指的绷带异常显眼 两周前的一场比赛中 从瑞颜手指脱臼 对一简单的掰正后 回来就是一记单手劈口 对待篮球 看似瘦弱的从瑞颜 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狠 出生在篮球世家 从小就被姥姥拿着棍子监督训练 运球掉球 跳台阶不够数 都会被打手心 即使如此 从瑞颜也从没讨厌过篮球 多次富美特学院教练教会他 要像狼一样站在球场上 出色的身体空运也属上成 再加上犀利的突破 清华服中一战 22分紧一失误 18岁的从瑞颜 或许早该打更高级别的联萨 一个从瑞颜已经让人眼馋 吉林省时还有个更猛的张伯源 和地势中学张文杰奇名 却有别于张文杰炸裂的身体素质 张伯源的猛 就在于2米03的身高 出色的人球结合能力 国家队都稀罕的持球型封建 再加一手精英级别的投射 U16亚青赛 25分钟的出场时间 场均砍下22分的高校得分手 力压新西兰 代鼠那些球员 以封建球员身份 入选亚青赛最佳阵 打耐高联赛 纯纯的降维打击 未来张伯源更可能 走大学路线打CUBA 这就意味着 22岁即使打上CBA 能走出去历练的机会 几乎没有更别论为国效力 目前来看或许这个 最像丁燕宇航的年轻人 很难得到像小丁一般的成长环境 校园篮球有着最纯粹的爱 它有时就像一场梦 梦醒之后 当下的问题在于 将这些热爱篮球的年轻人 引导到更高更大的舞台 这时候 篮鞋 还有CBA俱乐部 也该出手了吧 出手 έ令人